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包含很多人应该都是本来要出国念书 或甚至是本来在国外工作 但是疫情影响的关系只能选择回来台湾 那我们今天刚好我跟书宇都有一些朋友 是在现在这个情况下还是依然留在国外生活 就是不管是因为工作或是学业关系 然后我跟书宇都蛮好奇当地的疫情状况 然后还有他们当初是为什么选择留在国外啊 还有一些他们自己面对疫情的想法什么的 所以我们今天就有邀请到总共六位朋友 然后分别跟大家分享一下世界各地 目前对于疫情的看法 还有他们的一些防护措施这样 对而且因为我们平常到分接触到的消息 可能是电视上可能是很宏观的 就说什么现在确诊人数是多少 然后经济影响多少 可是有的时候你如果听单一个人的经验 可能你会得到一些比较不同的观点 可能其实可能在某个地方的人 他们实际上没有那么的恐慌 然后他们的防疫的意识也有慢慢的变好等等等等 而且他们的工作啊 学的东西都不太一样 所以我觉得从这些访问的来宾身上 也可以得到很多启发 然后也是会觉得很感恩这样子 而且我觉得加上其实有非常多地方 现在都还是在实施在家自主隔离 那其实应该很少人 现在台湾人我们很幸福 我们还不用实施这样子的措施 但是其实在一家自主隔离 需要面对蛮多你意想不到的事情 对 就是可能有些心态转变啊 或者是与家人的相处关系 会需要做调整 但是在访问中我们的来宾都有跟我们分享一些 不管是他们的心境变化 还是他们的生活上 我们受到一些影响什么 我觉得都是蛮值得跟大家分享的 对 然后因为我们访问的来宾 有来自不同的国家 有不同的地区嘛 那我想说我可以在那个下面的 就是资讯栏show note那边 我可以附上说哪一个国家是大概几分几秒 因为像有些人 他可能对某个地方的心得特别有兴趣 那我觉得就可以特别去参考一下说 哪一些地方你是都想听呢 还是说有些地方的资讯 你会特别想说 我想知道当地生活的时候 会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或者是 例如说好几天没有办法出门 然后买不到物资的话 那我该怎么去解决这样子 而且如果你听 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听众 是现在还在国外生活 那假设有在国外的听众 然后听了这一集 也想跟我们分享一下当地的状况 也欢迎来信 或者是到我们的social media 去跟我们分享一下的状况 对 或者是你可以打好你的心得 标记我们 我们也会很乐意 就是在我们的页面分享给大家 因为也许你的心得 其实很多人听到会很有帮助 嗯 那再跟大家说一次 我们的social media账号是 Afternoon Girls Club 那你也可以写信到我们的信箱 Afternoon Girls Club at gmail.com 对 那接下来就是我们这次准备的特别企划 然后因为我们是采用远距录音的关系 可能有一些的音质跟音量 我们尽可能的调到比较差不多 那如果还是有一些 不是那么清楚的地方 就请大家多多见谅这样 对 嗯 那今天邀请到第一位来宾呢 是我的朋友 然后他现在人是在加拿大 那我们欢迎Annie 哈喽大家好 我是Annie 我现在人在加拿大 我不是在温哥华或多伦多就是比较繁荣的城市 我是在中间的一个省份 然后我在这边念书已经快一年了 那加拿大的疫情大概是什么时候开始就是受大众关注的 那时候情况好像是就是我们旁边多伦多那边 然后跟Vancouver那边的疫情好像都已经蛮严重的 我们这边有第一个的时候应该是三月十几号的时候 那很后面耶 哦真的吗 蛮后面的吧 对 是蛮后面 哦是美国 就是美国很严重那时候我们才第一个 我这个省啊 我这个省才第一个 那你那时候看到疫情爆发的时候 例如说出门的时候大家会戴口罩吗 或是会不想跟人保持很近的距离吗 那时候第一个的时候 我真的记得超清楚 因为第一个案例发生的时候 我记得是在中午左右 然后我下午因为没有课我就回家了 然后那一天我就先去超市 就一下课 然后去超市的时候人还蛮多的 因为在那之前其实我好像就听周围的人 就周围的亚洲人就是在想说要去买口罩什么的 可是那些就是口罩啊 已经买都买不到了 所以那天去超市的时候也就只有几个亚洲人 是有戴着口罩的 其他加拿大人都并没有这些防护措施 对 然后这是那一天情形 然后当然就是食物 有些就是水果 就平常你去超市的时候水果不是都是摆得像山那样子吗 或是菜都摆得像山 可是那一天下午我去的时候就已经 就已经很空 就是空到你可以看到底的那一种 就平常没有那么夸张 就那天大家都冲去囤货 对然后那一天就是人还蛮多 而且那一天的时间还不是下班时间 就也是中午 就平常不会这么多人 但我就能感受到人很多了 就大家突然很恐慌 对对对对 然后冷冻食品 就是也是被大家拿 可是当然我没有看到就是那一种新闻上面 大家疯狂抢东西的那个情况 但是你看架上的东西 就是很空 就是慢慢感受到 OK大家好像要开始囤食物的那种感觉 那加拿大现在有在实行social distance 或者是quarantine吗 我觉得有 就是因为第一天第一个案例 然后隔天学校就直接 就那一天晚上吧下午 然后学校就直接停了所有的 也没有停所有课 但是很多professor都停掉课了 然后 才第一个案例出来而已 对对 因为他们我听说好像他们是说 就是已经跑到我们这个神了 就都已经跑到我们这个神了 就可能他们没有想象到说会跑到这边 然后已经跑到这边 有点严重的那种感觉 你说因为本来是个鸟不生蛋的地方 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所以那一天应该是礼拜四 还礼拜三我有点忘了 然后所以礼拜四的课就停 然后礼拜五的课好像也停掉 然后学校就直接公布说 到下礼拜的一二的课 就是全校都停课 学校那时候就说停课礼拜一二 然后这两天就是给老师准备 online课程的一些资料 所以等于说 从礼拜三开始的课全部都变成online 这样 所以有点像是一系之间 大家都要突然变成在线上上课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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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就是我们这个神 可是那时候我在看instagram的时候 就是比如说像Vancouver 就我有在 我有认识Vancouver念UBC的朋友 我不知道其他学校 但是光UBC这间学校就还没停课 然后我就 我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还蛮 对我还蛮惊讶的 那时候你们爆发 因为就停课嘛 那你那时候有想说 要赶快回台湾 或者是赶快就是 跑到别的地方去吗 还是你会觉得说 加拿大的资源还算蛮好的 就是可以待在那边 好好的防疫 你是说医疗资源吗 还是 对对对 其实就 那时候刚爆发的时候 我并没有 我并没有很恐慌或是 因为那时候我还没有期末考 我还是要把 我学校的事情用完 然后因为我的期末考是 因为那时候发生是三月嘛 然后期末考是四月 四月就等于说 四月中四月底的事情 所以我就想说 这学期也快结束了 就我不可能就这样 直接飞回台湾 我想说我就在这边 把我要做事情做完 而且我本来就计划是六月回去 因为我还有一些别的事情要做 那你同时间就是 跟你在同一个学校的亚洲人 有人是立刻决定 要回到自己国家的吗 我没有知道 我周围认识的人 其实并没有很多 然后 但是我认识的 我知道的亚洲人 他们都还是在这边 所以就你们那个地方 其实大家比较没有想说 有严重到需要回来 自己的国家这样 对对对 我是不知道别人怎么想 但是对啊 那你现在觉得当地的疫情控制算是很好的吗 我自己觉得应该算蛮好的 而且大家的一些 比如说social distancing 这种行为会让我 就是我觉得大家做的还蛮好的 所以大家真的有在出门的时候拿着一根棍子 要维持那个六指 没有 可是 可是这件事情就是 比如说口罩啊 这些东西 就是 因为三月中的时候 不是出现第一个吗 然后那一天 我不是去超市吗 嗯 然后我第二次去超市的时候 应该是四月初吧 或者三月底 就是隔了 真的很一段时间 以后我去 我不知道他们怎么想口罩这件事情 但是 快新闻上面是说 就是戴口罩 就是你真的有生病 就别人这样说 但我真的不知道 就是你真的有生病 你真的不舒服 你才戴口罩 那时候 就我第二次去超市的时候 我是戴着口罩去超市嘛 然后外国人就没有戴口罩 真的还蛮多外国人都没有戴口罩 但是亚洲人都戴口罩 他们有戴手套吗 对 但他们戴了手套 我真的不懂外国人戴手套这个行为 我知道 我那时候也超不懂 我就觉得 你为什么是戴手套 而不是戴口罩 可是我在想 是不是因为他们买不到口罩 我这么想 哦 所以因为你说 你第一次去的时候 口罩已经没有了吗 没有 是因为爆发之前 口罩就没了 哦 这么严重哦 哦 那蛮有可能是买不到口罩 嗯 我也这么想 因为 我觉得一般超市 平常我们不是去 一般的那种药局 就 平常在架上 根本看不到口罩啊 嗯 就可能要 那有人自制口罩吗 自制口罩 你知道就像那个锅盖啊 或者是 哦 没有没有没有 我中间还去了一次Costco 然后蛮多外国人是戴着 有些人就戴口罩 就是 还是N95那种 还不是一般口罩 嗯 然后 有些人可能没有口罩吧 他们就是戴一个 又一样一层布的那种感觉 那这个我还蛮讶异的 因为我没看过这么多外国人戴过口罩 所以你有吓到 所以加拿大现代的情况 其实没有到那么严重吗 我也不知道这里的人是 就是这里现在案例多少 但是我能感觉啦 我自己感觉 应该是蛮平稳 然后没有再很快速上升的情况 嗯 那你的生活有受什么影响吗 嗯 可能就上学 考试 然后还有出门买 去超市的时候吧 因为上学就变成 全部都网路上 然后连考试都网路上 这样不是可以作弊吗 你可以不要讲这么明显吗 哦 这样不是可以参考课本吗 可是就是因为这样你就不会 就是你可能原本是百分之百的念书 但你现在因为 你可能可以有一些别的东西 你变成 你并没有很认真去念 你要不该念的东西 比较松懈了 对对对对 那我推荐你去听那个 我们promote一下 推荐你去听我们之前的 时间管理那一支 好好好 然后因为我的课是很好 它会直接录影片 然后上传到网路上 所以我们什么时候去看都可以 然后不是那种 就时间到了你上去 然后开视讯 然后大家一起上课那一种 所以就是真的要自己控制时间 对对对 就是你要真的很有自律 你才能真的这样做 然后出门买菜的时候 就是疫情开始的时候 出门买菜就要看时间 哦就是生活的任何事情 都好像要订好schedule再去做 对对对对对 不能像以前就是随心所需 想出门就出门 对对对 然后以前可以在超市可能逛很久 现在要真的要列好一个list 然后是写在纸上那种 还不能滑手机的那一种 因为你如果滑手机 就是你可能手就碰到手机干嘛的 就是你要想很多 就是我反而会要注意很多事情这样 那其实我觉得国外的防疫 好像比台湾人还严谨 我觉得是这样 因为台湾的案例 那时候相对少很多 大家就比较松懈 还是会出去玩啊什么的 因为我们前阵子 不是放清明廉价吗 我记得我看那个的时候 其实我还蛮就是 也不能到生气这个程度 但是有那样的感觉 对很多朋友很气 就是尤其在国外 很认真防疫的人 就说我们在家里 已经23天没有出门了 然后大家拼命的出去 夜市逛街是怎样 好既然现在都说很气 我就要表现出 我真的超生气的时候 我真的一直打电话给我妈 然后就是一直跟她抱怨这件事情 可是你不是说 你妈也一直传一些新闻 让你觉得有点烦心吗 对真的 那时候就是疫情 开始慢慢往上的时候 就是加拿大 就刚开始的时候 那不是就会上神很快吗 然后我妈就每天早上 她可能七点起床 然后在上厕所的时候 就开始去查加拿大的新闻 加拿大我们这个省的案例 有几个增加了几个 然后就把这些资讯 全部丢给我 那时候我就真的是 我就叫她不要看新闻 因为我觉得看新闻 就是会让她担心很多 然后而且那时候 疫情刚爆发的时候 我还不敢让我妈知道 就是我不是说不敢让她知道 只是我没有想要让她 知道这么多 因为她知道这么多 好像也没有办法干嘛 而且我都已经在家里了 就是我还能做什么 那种感觉 你知道吗 就我已经很小心我自己 然后你却一直丢这些资讯给我 但我就不能改变什么啊 你知道吗 那你就是接受了这么多资讯 然后又看到台湾人 事物自己带你出去逛街 我真的很生气 我那时候真的超生气的 因为在这边 真的很多餐厅 那时候前阵子还关了 就是不是说关 就是他们就暂停营业很多 连Starbucks不能进去买 你只能drive through drive through 对对对 然后很多店都关 比如说Sephora什么 就是那种mall的店都关了 你知道吗 其实我觉得应该是因为 在台湾的防疫真的算是做得很好 所以民众比较放心 因为其实我们上街真的都有戴手 不是戴手 我们上街都有戴口罩 然后 而且我真的要讲 自从开始疫情爆发之后 我身边的所有人都很认真的在洗手 就是一到别人家 或是一到一个新的环境 就是我先去洗手这样 所以我觉得应该还算可以啦 大部分的人都还是蛮乖的 对防疫之地还是高 只是大家不会那么去 就是当然防疫久了很容易松懈 这倒是真的 而且我有很多朋友 就是在医院工作嘛 然后我就会 就想到说他们 就是真的很累很辛苦 就常看到他们在抱怨一些 他们工作上 就是疫情这段时间 工作上发生的事情的时候 然后又看到别人在玩 或干嘛的时候 我就会更生气 因为Annie是念护理系的 所以她有很多朋友 现在都是在台湾的医院工作 对对对对 那你自己就是看到那些 就是对于现在在 医院非常辛苦工作的护理同仁 你有什么话想要跟他们说吗 说不定有人在听我们的节目 嗯 就真的他们很辛苦 就是别人可能都只能表面上的 就是说 哦你们好辛苦什么的 可是就我觉得我心里 就是真的很能感受到 他们辛苦的那一面 你知道吗 嗯 然后就我很 我真的很希望大家 所有的人都能 真的觉得他们很辛苦 然后尽量不要去做那些 会伤害 更加他们辛苦的事情 对对对对对 就而且不是只是嘴巴说说 就大家都会说 哦就是医务人很辛苦干嘛 可是做又却另外一回事 我觉得 他们会很沉重啊 不会吧 因为我觉得真的是要听 就是在外面的人的想法 才会知道说自己过得多幸福 而且不能因为自己过得很幸福 就肆无忌惮 我觉得是最重要的 因为其实我现在听完你讲的状况 我真的觉得 台湾的状况真的很幸福耶 就是我们的商店并没有关门 然后我们的 就是日常生活还是在继续 也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 可是也可能是因为这样 所以让我们 有点得意忘形 就是说那 可以做更多事情 我真的觉得是得意忘形耶 就我们太相信政府 然后太相信自己 没有说这样不好 对但是 就是我觉得说 大家太相信的时候 就会有一种 啊没关系 不差我一个人的时候 那个就是一个很可怕的心态 对对对 所以现在真的是 在医院里面工作的 医护人们是 真的很辛苦 但是我真的说 就我也没有到很了解 他们的工作生态 或是他们现在的工作时长 是不是有因为疫情 变得更没人性吗 你还是这样讲吗 这样会不会太严重 就是我们的确 一般老百姓 不真的知道 现在的医护人们 面对的是什么状况 但是 我觉得真的就像你讲的 我们不能得意忘形 然后我们要 自己有那个标准 知道说什么事情是可以做 然后什么事情是 就是真的不能做 也不要去尝试 嗯 真的 真的 嗯 那今天就谢谢Annie 跟我们分享了 在加拿大的生活 嗯 因为其实我最近 一直有跟Annie在联络 但是我们很少聊到 关于当地的疫情状况 然后今天听她说了蛮多 我就觉得 身为台湾人 真的很幸福 对啊 然后希望加拿大疫情 也很稳定 就是不要再 有任何事情这样子 嗯 然后希望你到时候六月份回来的时候 已经算是都蛮稳定的状况了 对我希望我可以顺利回去 嗯 真的 对 那之后就台湾见啰 当然当然 谢谢 好的 好谢谢Annie 谢谢 那我们现在邀请到的另外一个来宾呢 是我的一位住在日本的朋友 欢迎欧姐 哈喽 嗨大家好 你要先介绍一下自己吗 哦好 我是宇杰的高中同学 现在在京都念这边的语言学校 已经一年一个多月了 他真的有听我们节目 哇 他知道要自称自己是谁的同学 真的 好感动哦 好感动 好 那我们就直接进入正题 就是因为这次其实 疫情刚开始的时候 亚洲最严重的地方应该是日本吧 就刚好有那个钻石公主号的事情 嗯 因为他是停在日本的时候 被撤出说传上很多人确诊 对不对 好像是吧 但我好像没有很仔细的看这个新闻 嗯没关系 然后想要问就是 因为日本在疫情开始的时候 不是开始很多人都买不到口罩啊 或者是大家都对于讲中文的人很恐慌啊 什么这种 就是你一开始疫情爆发的时候 你有觉得在日本人面前讲中文是会有被敌视的感觉吗 我觉得没有别的国家那么严重 但是就是你能感受到他们可能会有点默默想要往后退 或是就是我在超市可能跟朋友讲中文 然后我有遇过就是那个妈妈感觉把那个小孩抱得更紧的感觉 天哪 嗯 就是偶尔一点点 那你心里有受什么影响吗 其实还好耶 因为我觉得又不是我的问题 就是 对啊 你态度 你的心态很正确 嗯 就是反正因为你知道你自己没有病毒 对啊 而且就真的不是我们的关系啊 那你觉得就是现在日常生活有受什么影响吗 就包含出去买菜啊 或者是在外面的时间之类的 嗯 还蛮多的耶 就是像最大影响是一开始 就是我们学校现在已经改成再加上网络上课 然后 嗯 然后日本现在是宣布那个紧急事态宣言嘛 然后就是叫大家除了买东西以外 尽量不要出门这样 所以我们就是除了去超市 基本上都没什么出门 大家有真的遵守吗 呃 还 我觉得 没有像 怎么讲 还是能看到蛮多人在外面 呃 买东西啊什么的 就是 好像 有遵守 的人也有 没有遵守的人也有这样 哦 就还是比较自由心正 对对对 因为我前阵子有看到就是本田一 他有拍影片就是宣导说叫年轻人不要跑出去 那真的是会有人就是趁着疫情期间因为人比较少 然后就成群结队跑去观光景点 会去咖啡厅吗 你会真的看到这样子的状况吗 我在我家附近是没有看到 但是我有看到新闻说 就是因为现在那个 Pachinko店不能开嘛 然后但是大阪还有几家店 就是不理政府的要求就硬开 然后新闻就说就是政府把那几家店的名字公布出来 只有隔天一堆人去那几家店前面排队 因为其他也没有开 天哪 只有那几家有开 所以那边就大排长龙 然后想说这些人怎么搞的 就是很瞎 直接反向宣传耶 对啊 就正式在宣传 然后反正就大概就是 好像也没有在管这件事情的感觉 所以没有说大家陷入全面恐慌 其实还是有很多人觉得说没有那么严重 对 而且就是日本他们这个紧急事态宣言 是没有强制力的 就是他们好像没有相关的法规 可以强制命令人民做什么 他们只是恳求人民就是协助帮忙 希望你这样做 但如果你不做的话是不会有罚金 然后也就是也不会有警察取缔你这样子 所以就是靠人民自己的自制力 为什么他们好像很温柔 但是又很无能 好卑微的感觉 对啊 就是请大家帮我一个忙 就是尽量不要出门 对对 他们好像就是没有办法有强制力的要求 所以感觉好像就是没有办法很快的控制下来 那因为欧姐的男朋友是日本人 然后他现在是上班族 我想要问一下就是 丰田的公司是自己决定要开始实行在家工作 还是也是因为日本有了这个紧急命令之后 他是说应该是算他们公司自己决定的 因为现在日本政府是说像饮食店或是一些不是民生用品的娱乐场所是不能营业 但是没有说公司就是他们公司其实还是可以照常上班 但是他们公司就是宣布好像到五月底吧 就是在家上班这样子 但是好像就是我看很多别的新闻或是网路上都有说 就是好像都是看公司自己决定 有些人好像就是可能一半的人在家上班 一半的人去公司上班就可能交错开 或是什么时间上下通勤时间改变之类的 就是好像蛮多不一样的应对措施 所以就比起疫情一开始爆发的时候 现在大家比较有那个危机意识 觉得说应该要好好的维持那个社交距离 我觉得有比一开始好一点 因为我记得你有说过一开始大家的防疫很不 就是危机意识很不高 对一开始其实我觉得最早有防疫意识的 应该是中国就是港澳中国港澳地区 因为我在语言学校嘛 然后语言学校最一开始戴口罩来上学的就是中国人 然后那时候台湾其实好像还没有一些什么 就是那么严重的也没什么感染的人吧 然后那时候也没想说怎么样 但是就是中国同学有一天就突然就是大家全班 就是班上那几个中国的同学 就是全部就是戴口罩来上学 然后就是就是突然好像有点紧张的在讨论疫情 因为那时候好像京都开始第一两个人感染这样 然后我那时候才想说 是不是就是要开始有点防备这样子 那你一开始知道疫情爆发的时候 你就有去买口罩什么的吗 我一开始也是抱持了一种 就是应该不会这么严重的心态吧 但是是我妈叫我赶快去买 所以我才去买的 那你平常会看台湾的新闻来了解疫情吗 还是你会看就是日本本地的新闻 台湾跟日本的我都有看一点 然后就会跟我男朋友讨论说 就是两边有哪里不一样 或是就是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结果之类的 哇你们一直都在辩论喔 有就跟他说我们台湾就是感觉比日本做的好很多 然后就是动作很快这样 那就是这次的疫情 因为你有那个就是你的男朋友是日本人当地人吗 那他对这次的疫情看法 或者是有没有其他一些日本人有分享他们的看法 就是我有问他说 日本就是日本人在一开始疫情爆发 可能初期的时候是什么想法 然后他是这样跟我说 应该不能代表全部的日本人啦 就是我问我男朋友他的意见他是说 他觉得日本人应该一开始是抱持着一个比较 比较乐观吗 就是没有想到会扩散的那么严重的一种态度 然后加上因为好像以前SARS的时候嘛 日本好像国内是几乎没有受到影响 他说好像也没有人在戴口罩 然后也没有什么就是关于SARS有什么大的新闻出来 就什么都没有这样 所以他们这次可能也会以为是就是可能跟SARS那时候一样 只是国外在流行 可能日本会比较没事的这种心情 所以他们可能初期是比较没有危机意识感这样子 他是这么跟我说的 其实我一直都觉得日本有一个虽然他们没有明确的这个倾向 可是他们一直都有种锁国的感觉 就是国外发生的事情好像跟自己都没有关系 对 就是我也觉得 就是包括他们的社会氛围或者是对待外国人的态度什么的 其实都会让人家觉得他们一直都很以自己的国家为傲 然后认为我们日本做得很好 这样吗 我们被讲得太斩钉截梯 可能一直以来也是有这样子的成果 就是SARS也没有爆发嘛 所以他们可能就觉得说我们一直都做得很好 所以这一次也会一样好这样子 就没想到这是破口蛮大的 对啊 真的就是突如其来的疫情让大家不知道该怎么办 那也是希望他可以突如其来的赶快走 对啊 那时候爆发的时候就是在你还没有 因为你是一开始决定要回来台湾的时候 是帮你家人过生日吗 然后你后来在台湾的时候有想说就干脆留在台湾吗 还是还是决定要回去日本 我应该心里是本来就是比较偏向我想回来日本 因为我觉得在日本这边比较自由 而且因为留在台湾的话学费也不能退 然后就是感觉留学的那个期间就会提早结束这样 所以我还是想要就是回日本把课上完 欧姐有一个蛮 我觉得算有趣然后也很真实的小故事 就是在他决定 就是他一开始回来台湾的时候 刚好那是准备要清明廉价的时候 然后他本来 你本来搬机是预计几月几号回去日本 哇我改太多次 我真的有点快要想不起来 好像是4月3号 应该是4月3号我买长荣航空 4月1号的时候我妈就接到长荣航空打电话说 就他们有消息说好像4月3号开始 就是我原本定4月3号那班飞机的那时候 就是日本要开始限制外国人入境 然后他就问我妈说 那要不要帮你们就是把航班取消还是什么的 然后但是那时候其实新闻都还没有出现说什么 日本要全面限制外国人入境这样 然后我就想说 那接下来要怎么办 然后我就打电话去台日交流协会问 然后我下午的时候1点 他们营业上班时间我打电话去问 然后他们还说 就他们就跟我说 他们那边没有接到公文 应该是没有这件事 就是还问我说 就是我怎么 我从哪里知道这件事 对 还问我说我从哪里得到这个消息 他说如果他们收到公文 他们会就是在网路上公布这样子 然后结果后来就是当天晚上新闻就出来 说4月3号就要就是禁职 就算你有学生签证 就是你也没办法入境日本什么的 就是变得很严格 就外国人基本上是禁不去 对 然后那时候就很挣扎 想说我到底是要买4月2号的飞机回去 还是就干脆留在台湾 放弃就是可能 就是冒着可能会被学校 没办法去上学的风险就留在台湾这样 嗯嗯 然后后来是决定4月2号回去对不对 对 后来是决定4月2号回去 但其实4月2号回去那天也是就是蛮煎熬的哦 因为又有看到一些网路上很多 呃应该也不是讲不实吧 就是因为他们那个日文的公告写的蛮 模拟两刻的 对 生硬又模糊 然后网路上就有一些台湾人好几个版本 然后有些人又说4月2号其实回不去了 然后又有人说其实4月2号应该就是最后的底线 还是可以就是入境日本这样 所以那时候就真的很挣扎说 到底就是又很怕飞到日本 然后没办法入境 就是摆走一趟这样 就是整个超煎熬的 嗯 而且他后来那时候4月2号回去的时候 其实我们有在 因为当天就4月1号我跟他出去吃饭 我们就比较专注的在查这件事情 然后比较特别的是 因为我们还有打电话给他在日本的男朋友 请他确认说日本到底有没有这个消息 结果日本政府都完全没有任何消息 但是台湾的航空公司却知道说 这件事情是会被执行的 所以就搞得我们都很疑惑 想说那到底哪一个才是真的 然后后来决定4月2号回去的时候 其实你也蛮忐忑的 对 因为一开始就说4月2号那天可能进不去 然后他还未死 因为4月2号当天并没有直飞大阪的飞机 对对 所以他还先飞到东京 对而且那时候东京很严重 哦是哦 就是东京的时候好像已经算 就是每天都很多感染者 然后就是还蛮恐怖的 然后4月2号那天 就是要飞之前 我跟我妈还就是一直打电话 想说有没有管道可以询问 我们到底能不能入境日本 就想要先确定 那但是因为航空公司跟就是机场 就是他们都没有消息 也都不知道说到底现在那边是怎样 所以后来就决定去机场问问看 那那边的地情是说就是4月2号还可以 所以我才决定4月2号飞东京 然后再回京都这样 但是回来后是不是日本就开始比较严格规定 就是大家不要在外面乱走动 对然后就是学校也改成网路上课 然后就是也都不太能出门这样 嗯那你在家里有觉得闷坏的感觉吗 有耶 真的吗 是不是天天跟男朋友在一起受不了了 我觉得会造成那个吵架的几率提升 真假 你现在有长吵哦 还是会耶就是一些生活的小摩擦什么之类的 啊那个没办法啦 对啊 而且你们现在又就是真的 有点像24小时要在一起对不对 因为他也不去公司了 对啊 但是那如果说就现在的状况而言 你觉得如果要你在京都的外面散步的话 你会很害怕吗 还是其实没有大家想的这么恐怖 我是觉得空旷的地方应该是还好 因为就是像我有时候去外面超市买东西 还是会看到可能爸爸妈妈带着小孩在公园玩 或是那种邻居家的小朋友在马路上丢棒球什么的 就是感觉好像是没有到那么恐怖耶 就是嗯 大家还是正常的在生活这样子 对虽然可能有比之前严谨一点 但是也没有到说真的逐步出乎这种程度 可是日本的学校单位有停课吗 学校单位有 所以就是高中大学这些其实都已经改成线上教学了 对然后就是现在也有一些提供一些免费的网路课程什么的 给学生免费看这样子之类的 所以其实他们可能一开始反应比较慢 但是后续的那个措施都做得蛮好的 我觉得也没有到蛮好的 嗯 就是因为像现在其实到现在日本还是买不戴到口罩 然后像最近连那个洗手乳也开始缺货 然后感觉就是也没有感觉到日本政府在做一些什么 像我们台湾有在控制口罩的一些买卖什么的 他们只有说你不能转卖 但是但是就只是这样而已 所以还是很多人买不到口罩 但是日本人有觉得戴口罩上街是必要的吗 有耶我现在出门就是几乎大部分的人都有戴口罩 然后就是我就会跟我男朋友说 就是新闻一直爆说买不到口罩 但是其实大家还是都有戴着口罩 就是很奇妙的一个事 没有那是因为大家口罩都用很久 应该是 然后就是也有看到一些 蛮多人用的是布口罩 就是不是那种像我们台湾买的那种医疗型的 可以就是用了就丢的那种 可是我觉得这应该是他们现阶段可以找到最好的替代品了 对那他们现在对于口罩就是说好像一个人会发两个布口罩 然后就是你可以清洗用的这样 就是政府统一发放的 但是不是就是因为听说布口罩没有什么防护功能 所以大家才会拼命疯抢医疗口罩吗 对啊对啊 所以就是还是感觉 于事无补 对对 那你就是最近有什么防疫的生活小故事可以分享的吗 防疫的生活小故事 有啊 就是我在家开始研究一些台湾料理 我朋友也是 他开始做什么绿豆酥啊 绿豆酥 然后摆的很像什么 就是那个板斗那个摆盘 真假的 超厉害 对我已经从牛肉面 萝卜糕 红豆年糕 我都做过了 就再加上太无聊 然后想吃台湾的食物 所以就开始研究料理 所以你觉得你的料理技能有进步 我觉得应该是蛮高超的了吧 好敢讲哦 我觉得蛮不错的啦 那你现在就是有打算说 就是在日本完成学业之后再回来台湾 这样还是你会希望近期内可以再回来台湾一趟 我觉得应该就会想要完成学业再回去吧 因为坐飞机也是一个风险 而且就是其实也快结束了 因为我是预计念到今年十月 所以就是想说可能在这边待完再回去这样 所以应该理论上来说 顺利的话 你十月应该真的会变成中华料理小能手 嗯应该是的 就双穷技能都得到 对 就是日文日文一百分 然后料理技能一百分 对 诶真的 就是以前没有想过自己能做这些 就是感觉做不出来的料理 那就看到时候恋爱会不会一百分了 诶我其实还蛮想问 就是如果说跟另外一半就一直要待在家里的话 你有没有什么方法是可以 就是尽量不要让两个人就是 一天到晚就想吵架这样子 嗯 我觉得就是自己找事做吧 因为像我不知道 像我男朋友 他应该算蛮特殊的 他就是他的喜好就是在房间 读他的专门书籍 然后研究他工作上的事情这样 所以他其实大部分也是在他房间读书 然后我就在外面 就是可能看韩剧 或是研究我的料理之类的 就是 嗯 要有各自的兴趣 对对对 但至少你不会烦他说 就是希望他一直陪你 嗯 偶尔啦 我觉得就是一开始 亚洲最严重的 就离我们最近最严重的地方 除了中国应该就是日本 跟后来爆出来的韩国嘛 所以大家应该对日本的疫情都 一直有在关注 然后也很好奇 现在日本的状况到底是什么样子 就是因为其实最近新闻 比较没有在报日本的事情了 对不对 嗯 就比较还是着重在欧美的大爆发 对 但其实亚洲国家应该都是 算有在趋缓了啦 其实这个是值得 开心的事情吧 对 嗯 我觉得这就是 真的最惊险的就是 当你是外国人 然后必须要 回到自己本来 待的那个地方的时候 就很容易会遇到一些 难以预料的事情 嗯 而且你是外国人的话 你也很难去 捉摸他们当地人到底 对你的心态是什么 对 而且他可能法令每天都在改 对 嗯 就是很多很多事情 我觉得日本这次好像很多事情 都是临时决定的 所以很容易让人家觉得措手不及 对对 嗯 就还好你有顺利回去 然后现在生活也过得 还算可以这样 对啊 嗯 就希望你可以顺利的完成你的学业 好 然后料理100分恋爱100分 对 谢谢 那就谢谢你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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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鲜苹 鲜苹 谢谢 鲜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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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鲜苹